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多数女人啊 她是一种关联人格 也就是说她要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 从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中 尤其是从这个亲密爱人对自己的宠爱中 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得到满足 也就是说啊 情感连接 亲密关系 爱情这件事 本来对女人来说就更重要 甚至对有些女人来说就是她们全部生活的重心 而男人呢 因为她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啊 生活压力啊 所以呢 她们可能很多时间精力都花在一些工作上 对情感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投入 这样一来 女人就更不容易满足了 那不满足啊 主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要就是精神方面 女人是很需要这种经常性的沟通啊 两个人之间感觉很亲密啊 等等等等 甜言蜜语要经常说 可是男人啊 往往觉得我们在一起之后 就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很务实 只要我赚钱养家给你一个好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女人呢 就会有一些精神上的不满 第二个方面 当然就是身体上的不满 主要是对这种亲密接触的一些需要 我们都知道啊 男女在这方面啊 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就是男人他对亲密接触的需求啊 是年轻的时候达到高点 之后慢慢开始走下坡路 而女人不一样 那年轻的时候啊 往往需求还不那么强烈 但是到三四十岁会慢慢的上升 所以呢 我们民间才有这种 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的说法 那女人到了如狼四虎的年纪 男人却正好是生活压力最大 体力也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自然他这种亲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就会产生红杏出墙的心理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 收藏 转发 有什么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哦